500克的中筋面粉,加5克酵母,5克白糖 用280毫升的温水,搅拌成面絮状 然后再下手揉成面团 这花卷要和这种稍稍偏硬一点的面团 这样蒸好之后才不会变形 盖上盖子,使其发酵至两倍大 碗中放一大勺芝麻,一大勺辣椒面,一小勺盐 用刚烧的热油浇在上面 噼里啪啦的声音,芝麻也被炸熟了,非常的香 用筷子搅拌均匀,放凉备用 这个面团发酵了一个小时就已经发好了 夏天发面真的很快 手上抓一点干面粉防粘,把面团取下来放在案板上 反复揉搓,排一下里面的空气 这一步要尽量多揉一会儿 空气全部排出来,上锅之后才不会塌陷 接着搓成仓条 用手按扁 再擀成仓方形的薄片 把边也整理一下,这样会更加规则 把辣椒芝麻酱均匀的刷在上面 把面片对折两次,像这样就可以 然后切成稍宽一点的长条 取一根筷子,放在长条的中间 这样给它转一圈,把另一头压在上面 这样好看的花卷就做好了 再做两个给你们看一下 保证一看就会,真的非常的简单 全部做好之后,放在蒸锅中 盖上盖子,再自醒发10分钟 10分钟之后,花卷的体积会明显的变大 盖上盖子,大火蒸20分钟 关火之后,焖5分钟再打开盖子 蓬松轩软的花卷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花卷,好吃又好看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层次分明,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这样做的花卷,我一次都能够吃3个 真的非常的好吃,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做吧